那至於在細的部分包括是不是剛剛講以華航為例 那甚至在台灣我們自己也有很多用詞上面放奇怪的 像這個什麼中國時報的 中國什麼相關事的 我覺得漸漸的我也覺得我們要面對它 這是我的個人的想法 謝謝 院長各位同仁 我想時代力量黨團提出的這個動議 希望先從華航的這個英文名稱來做一個更名 那更名的程序當然我曉得涉及到航空法裡面 也許他們在China Airlines這個部分 沒有辦法立即性的處理 但是我覺得不能不處理 不管是剛剛大家在國際這個參與一些國家的會議裡面 我們都用中華台北 這個有時候在這個國際組織上是不得不的狀況 可是一個華航是交通部控股的 是國家出錢 扶植他長期在台灣代表我們國家的航空公司 他延伸出去就是航空器就是國土的延伸 但是幾十年之內的狀況下 其實應該有人都想過要更名 但一直沒有推動 那我想第十屆的這個立院 我們的新國會 我們的郵院長前幾次也講到台醫的跟漢醫的這個事情 我一聽我也覺得很多事情是可以從小地方來做 但他如果涉及到法規面 涉及到國際航權的交換 涉及到很多國際法的問題 當然要慢慢來 但是我知道像蘇院長也講過 也許在塗裝外面都可以先做一些識別 然後把這個China Airlines的字放小 台灣的英文可以放大 種種做法我覺得都可以讓國人開始去 面對我們在很多的名稱上面 會造成的混淆 那同時也代表我們在國際地位上 也確實遭到矮化 長期以來我們沒辦法大聲地說出我們國家的名稱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這兩個案子 不管是陳柏惟委員 或者是石立秋委員 他們對這樣的一個方法的這個想法 以及一些做法 都可以在國會裡面起一個發動的作用 那至於在細的部分 包括是不是剛剛講以華航為例 那甚至在台灣我們自己也有很多用詞上面放奇怪的 像這個什麼中國時報的 中國什麼相關事的 我覺得漸漸的 我也覺得我們要面對他 這是我的個人的想法 謝謝